本来准备的是王一博全能少年的稿子 没想到这几天突然发生了不太好的事情 以至于我现在看到热搜上的有关内容 都觉得那一幕很疼 他一定更疼 10月4日 一波王炸战队成功在这就是街舞总决赛中夺冠 王一博开心地冲上去拥抱队友 夺冠 对于热爱街舞的他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结果却因为对方的失误而摔车了 去年当以职业车手的身份参加摩托车比赛 即使这样他依旧说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 有些事情我自己说摔车是不幸 但是是每一个运动员要去用正常心态面对的事情 他再次用成熟的一面 让我们感受到了他让人喜欢的魅力 粉丝给的答案是希望他赛到平安 希望他赛到平安 这句话希望能一直保护着他 很早之前 知道王一博这个名字 还是在天天向上中不说话 但不代表你的眼光不会看向他 从来没接触过戏剧的他 上台就能表现出 现在的他虽然话还是不多 但一开口就会爆梗 让人看了上头 可能大部分人喜欢王一博 还是从陈情令开始的 魂灵十三载等一部归人 他演得很好 每一幕都有精彩的代入感 自从看了他出演的陈情令之后 我已经完全想不到 谁还能比他更合适了 现在就只等有匪 冰于火中 他的精彩演技了 近几年的一博很忙 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他可爱的一面 这就是街舞中有一期 王嘉尔 王一博等导师坐在一起吃火锅 香菜爱好者王嘉尔 一把家走了盘里所有的香菜 看到王嘉尔这样的举动 一博瞬间瞳孔放大 吃惊地说 全没了 在创造101时 他还会跳这样的舞蹈 展现反差萌的一面 原来你不止高冷 还很可爱呢 他是演员 他也是舞者 歌手 他是主持人 他也是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但他更是王一博 一个给人惊喜 给人力量 让人喜欢的偶像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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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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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 感谢观看